我们现在讲的一个内容呢是列表 那么它呢是一种是数据容器之一 就是其中数据容器 对它是一个数据容器 那么它呢是可以用来存储数据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列表呢 它是一种可变的 然后呢有序的一个数据结构 有序的数据结构 然后呢又因为它是可变的 所以它可以进行真实案改查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说python 它在python中 它在python中是使用最频繁的一种数据类型 使用最频繁的数据类型 那我们来看看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我们要怎么来创建 我们先来看一下列表的创建 列表创建 看一下列表创建 列表创建呢其实很容易 就我们首先给一个变量list 然后这里呢我给个1 等于给一个中括号 这样子呢我们就创建了一个空列表 那里面呢我们放内容 放内容就比如说放一串数字 123 3456789 就那我们来能看到这个啊这就已经创建好了 我们先来运行一下吧 先运行一下我们的列表 然后呢我再运行打印一下它的一个数据 就是数据类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一下 首先就把我们的那个列表打印出来 对不对 那它的数据类型呢这里是列表 那我们来看到它的创建方法呢是用 它的创建是方法呢是用一个中括号 对不对 然后里面的元素呢是用逗号分割 那这个我们要啊这个要记住了 我把它放上面 用 这些用 用中括号定义 用逗号 分割 好 这这就是我们一个列表的一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创建列表 那么列表我们已经创建好了 那还有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列表 它是一个可以放入多种 可以存入多种数据类型的 你比如说我在这里我存一个字典 我存一个字不串 你好 然后在后面我再就就存一个你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它甚至它可不可以运行呢 那你好 然后呢它还是一个列表 所以说我们的列表 可以存入多种数据类型 好 我给它注视一下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还有一个内容呢 就是说我们它可以将可以数据转换 类型转换 类型转换应该说 类型转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类型怎么来转换呢 首先我这里我给一个 也是给一个 给一个s 然后等于 哎 好 等于我们的一个字符 拆个是这里呢 我给它一个python 好 我们打印 哎 我们这里呢 我们来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这个s的一个数据结构是什么 数据类型是什么 那这里呢 我就用个type 然后呢 把s放进来 然后后面呢 我打印一个print list 然后呢 我这里放入s 然后我再打印一下print s type s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化 来 首先 来 我们再运行一下 来 首先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注释掉吧 第一个这里啊 我打印了它的一个数据结数据类型是呃 字符串 str 字符串 然后呢 我们这里呢 就将它呃 转变成了一个列表 而且并且用豆豪 将它们一个一个的隔开了 对不对 这里呢 我给一个 给一个叫变量 这里呢 s 那我就给R做变量 让我们打印一下这个R的一个 类型 一个数据结构 数据类型 那因为我刚刚我也打印了 s 但是它呢是 出现的是字符串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就是list 刚刚这里出现字符串呢 是因为我们它是不会 在这里是不会变 那个 s是没有变的 然后我们现在给它重新附的一个值 附到了啊 然后现在这里呢 它就会变成我们的一个list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类型转换 那除了类型转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其他 还有一个内容 把这个注释一下 类型转换 那我们还有一个内容呢 叫列表取值 叫列表取值 也是同样 我把这个内容给它 把这个给它复制一下 复制到这边了 我们同样用这个列表 那么来看一下 怎么来取值呢 我们看一下 怎么来取值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就用一个 变量 b b 然后这里呢 等于我用list 的1 然后呢 将 这里给一个中括号 里面呢 我给一个0 然后这里呢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b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b b 运行一下 那它出现的是1 为什么会是1呢 那我这里我 我把它换成 从0换成1看一下 那它会打印一个什么呢 它打印了2 那这里呢 是不是打印了 这上面的一个内容啊 只不过是它是从0 123 456789的对不对 那这么来算的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里面的 这个中括号里面呢 它是一个 呃 所以 也可以称它为下标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用下标 或者说用所以 来取值 用下标取值 它是 它是 呃 从 列表是用 呃 所以来 就是说来 看位置的 但是所以的 所以呢 又是从0开始的 你比如说这个1 那它的下标就是0 2的下标就是1 3的下标就是2 4的下标就是3 就这么来的 所以我们这里打个1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2 这是因为用下标取值 那么看一下 那么 我们知道了 啊 取第一个是0 取第二个是1 那我们取最后一个呢 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我这里 我从 这里也是打印一下 取最后一个会是什么呢 我把这个 删掉 b 那我这里呢 就给个c 那取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同样用个list 然后用个中括号 这里呢 我们就给个-1 然后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c 那这就获取到了我们最后一个那个字符串对不对 第一个呢是获取 啊 用下标获取 用下标获取数据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用 就是啊负1 负1 获取最后一个 获取 最后一个 那 这就是我们啊 用下标获取 那我们不仅可以用 啊 用来获取内容 我们还可以用下标 换 就是 替换 那么 来看一下 首先啊 c abc b 这到了e 然后这里呢等于 我们一个list list 那我们就先将啊0 我们将1换一下 就这里 将这个1我们换成10 换成10啊等于10 那这样子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我们paint答应一下1 啊 我们打下list1 那换成10了 那其实这里呢我们是不需要一个变量的 可以不需要变量这样子也可以运行 啊这因为这是答应了吗 在这里10 那同样他最后一个也是可以的 哦 复制错了 我应该复制 哎 这是10 然后呢 我把这个我快速复制一下 把这个呢 复1 换成什么呢 就换成20 来我们再运行一下 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变成20了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列表取值以及替换 替换 替换 好 那这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 嗯 关于列表取值跟替换的一个内容 那么他还有哦列表还有一个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列表切片 列表 切片 切片 列表切片是个什么 内容我们来看一下 啊 在Pathom中呢 他有哦 符合序列 符合序列的有序序列都支持切片 都可以切片 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一个列表 然后还有之后我们会讲到的呃 讲到的圆祖 然后还有字符串 来我们看一下 说嗯 我还是同样用到这个 这个 列表 我把它们都注视一下 在这里我用到这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切片是个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来我先 我先来运行一个内容 Print 这里呢我运行一个list list1 然后点 然后 一个中括号 中括号以后呢 我把 0 一个冒号 我们运行一下 那他把我所有的内容都给我们返回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在冒号后面我再加一个别的内容 那你比如说我在这里我加一个5 他就只会返回5个数据 12345 他就只是返回了5个数据 那我们这里如果把它换成什么负2 然后再运行一下 那他到了8 为什么是负2呢 因为这个 负1负 负1负2 它是从它是算算数字的 那我们这里变成负1的话 那这个呢9也会打进来 好 这个我们就先不管了 我们看了下一个 那这个呢 我在他的一个后面 我把它变成 变成几呢 变成5吧还是 变成9 变成8吧 然后呢我在他的后面我再加一个冒号 然后这里呢我给个2 我们来运行一下他会是什么样子的 看他 返回了一个1357 那为什么是1357呢 为什么我后面我给了个2 他就只返回了1357呢 首先我们是8的话我这里 我这里我先给一个8 我们做一下啊 做一下对比 你看他就只返回1到8对不对 然后我后面给了2呢 他就返回到了 只只返回4个数字1357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121到3中间是不是有两个数字啊 1跟2两个数字 然后3到5也是两个数字34 然后他是从我们的这就这样子算的就是12两个数字 所以他就没有了 他这里就没有了 那这个是什么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写的上面吧 这就是我们什么呢 首先list list 然后呢一个是我们开始所以 所以他是从 啊 然后开始所以然后一冒号 然后呢就是啊结束 结束值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不长 最后的两两2呢那是不长啊 就是说你啊一个两一个2 然后呢这是2嘛 然后就拿到了我们1跟3 然后34呢就拿到了我们556呢就拿到了7 那78的话就会拿到9就这样一直下去 这个是不长 你就比如说我把画成3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就拿了三个147就123 然后14然后456一个是7 好这就是我们啊关于一个列表切片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除了列表切片啊 这还有一个就是列表的常用的方法 列表常用方法 那我这里呢有一张图我们有一个表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列表的一个常用操作 我在之前这边是不是讲过它是可以啊 真山改查的呀 那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常用的操作就是我们的真山改查 来看一下 首先是增加这里有两个 第一个呢它可以在元素的一个尾部 就是在它的后面可以添加一个元素 那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指定位置插入 就是说可以你随便指定一个位置 然后插入我们需要的一个元素 那第三个呢就删除 删除呢它有四个内容 这四个内容呢首先第一个是清空列表 然后第二个呢是会默认弹出末尾数据 那这个默认弹出末尾数据呢 意思也就是说把这个后面最后这个内容给删掉了 然后删掉以后呢 它会就是说它不会返回这个列表 它只会返回我们这个数据 我们被删除的这个数据 那这个也是弹出指定所应数据 弹出我们指定删除 就指定的那个要删除的那个数据 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移除 那这个呢他们两个的一个区别呢就是说 这个是弹出那个数据 那个被删除数据 那这个呢是移除指定数据 就是说它会出现 它不会 它不会出现我们要删除的那个数据 那个元素 好我们看一下修改 这是修改 就是说将两 这是将列表2 我们这是列表1嘛 那它这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将列表2的数据追加到列表 就是说 你可以 你可以你可以将它一有 将它想成合并 也是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查询 首先第一个就查询出现的次数 然后第二个呢 查询所内容所在的一个位置 然后后面还有其他还有三个 这个是copy copy就复制 将复制一份 那这个我们就啊 不用去细 不用去细讲了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排序 还有个逆向排序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增加 我这里写一下增加 我在这里呢 我来写一下增加增加 好我把它注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还是用到这个内容吧 但是这个内容呢 我需要将它改一下 这个列表 我需要将它改一下 就删到5 然后是在它的后面写上 5 4 3 2 1 0 前面呢 我这里还是加上吧吧 那个 7 6 7 8 9 好 我给它 这样 把上面呢 我给它屏蔽掉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 呃 增一个增加的一个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步 第一个增加我们第一个 我们就用 给它增加的尾部 那怎么增增加呢 这里来我们看一下list 一点一个open的 然后呢 这里呢 我们给一个内容叫 呃 10吧 我们给个10 这里少了个逗号给它加上 好 然后这里呢 我再print一个list1 往这样子看一下 看到吗 它后面它已经加上了 这个10已经加上了 那我这里呢 我给它一个注释 增加到尾部 增加到尾部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增加 我们是指定位置增 指定位置对不对 那我刚刚我们在上面讲了 位置啊 来看一下这里 哦 在这里 它的一个位置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下标 对不对 它的位置其实就是我们那个下标 对不对 你比如说这个1是0 然后0 1 2 3 4 5 6 7 8 9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0 对 它就是一个下标 用下标来 哦 用下标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位置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内容也是用list的 然后呢 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然后把我们的 呃 这个是 先给一个0 然后逗号 这是 好 给1吧 那逗号我们给个20 那这样呢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这个 这个列表 好 看这里 是不是加入进来了 这点呢 它是用 它是用下标 哎 用下标 在指定位置添加 指定位置添加 好 这是我们的啊 点增增加的一个内容 那除了增加呢 还有一个修改 我们看一下修改 这里 呃 这个删除 我们看一下删除 下一个先删嘛 增增 删 改查嘛 然后看一下删除 删除呢 它也 我们刚刚看了 它有三个 对不对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同样也是list1 然后这里呢 我们给一个 嗯 给一个clean 哎 好 这里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这个list 它还会有东西吗 运行 好 好 它这里是空了的 是没有内容了 好 我们给它屏蔽掉 然后再运行一下 再来运行一下 这个第二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呢 是呃 删除它的一个尾部 是不是 我们同样也是list 一侧点一个pop 我把上面的一个写下注释 这个呢是金空列表 金空 列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list1 来 来我们看一下 这最后面这是不是有个0呢 这个0是不是它给删掉了 54321 这里是54321 0对不对 它是不是给删掉了 它是删除最后一个数字 对不对 这里 删除 删除最后 一个数 一个元素 这是一个就是啊 这是元素啊 好 我同样我把它给 把它给注释掉 那我们进行下一个 下一个也是list 然后呢我们pop 然后这里面呢我们放的内容呢 那我放一个 5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这里也是打印print 然后list1 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会返回一个什么内容 哦 这个呢我们刚刚说了 它会它会返回它的 它会返回 我们删 被删除的一个数字 对不对 这里为什么没有返回呢 我们看一下 我给一个变量 这里 ABC都已经占完了 对不对 那我就给一个D在这里 D 等你 然后这里呢 我就给个 1 来 差点忘记这一步了 来我们print 然后这里呢给个D 这里呢我们print 给个1 好 我们去写一下 来看 它返回的就是我们删除的那个参数 看到了吗 它返回的 哎 哎 它返回的就是我们删除的那个内容 我们被我们删 删除掉的那个内容 你比如说这里我们 这里删除的是0 对不对 那这里就 0就没了 然后它就返回了这个0给我们 但我看一下这个 我说的是 我说的是5 但是它删除的是6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算一下 0 12345 用下标来算是不是就是6啊 所以这里没有错对不对 它返回它删除就是6 然后这里呢也是没有6的 那好 我把它给注释一下 这个呢在这里 我给它一个注释 这里呢删除 指定数字 指指定元素 并返回 并返回 好 哎 并 返回 返回 好 这个呢也是删除最后一个元素 并且将它返回 对不对 好 那这就 这就是 我们一个删除 那还有删除 还有最后一个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删除的最后一个 那也同样用list1 然后点一个remove 然后这里呢 我们就给一个4 这里打印下print list 1 那如果说啊 如果说我在这里我给一个变量 等A等于我 打印这个变量 你们觉得会出现什么呢 我们这里来打印一下 看它是没有的 因为它已经删除掉了呀 它是没有的 你看我们这个是4 这里是不是没有4了 1234 那为什么这个有呢 那是因为它是从前面开始算的 1234 好 那这个呢就已经将我们要的一个 这就是我们今天啊 讲到的一个列表的一个删除 那我这里我写一下 那这个啊 有没有发现这个删除啊 它跟我们上面的删除不一样 它这个删除它是啊 删除我们的直接删除数字 而不是删除它的一个下标 一个索引 不是根据它的索引删除的 那这里呢 我们就删 删除 元素 这里呢 我写一个通过 下标 上面也是通过下标 所以我都可以写上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删除的一个内容 那增增加删除都有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修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修改 那修改呢 我们这里还需要有一个 列表 那list2 list2 然后这里呢 那我就给一个 给一些什么值呢 那我就给一个 10 20 30 40 好 就这些吧 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首先是list1 然后呢 点一个我们的一个 点一个他 然后呢 把我们的list2放进来 我们现在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来打印一下list1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看它是不是把我们 把我们要的那个数据 给存 就是我们的列表 2的一个数据 存放到了列表1里面呢 就刚刚我就是 相当于我刚刚说的合并嘛 你可以将它一直有合并 将 列表2的内容的元素 追加 追 追加 到列表1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修改 除了修改 那这4个呢 我们就只剩修改 还 就剩查询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查询 普通的查询 其实就像这样 我们print一下 就会把我们要的一个内容 把这个列表返回下来 那我们要的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查询 然后呢 我看一下上面那个 啊 还 还没有 那么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查询 我们先用我们的list1 然后呢 点一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呢 我里面我传入一个5 然后呢 我打印一下print 这里呢 我给它一些变量 刚刚是到了几啊 1 那这个呢 我就给个f 好 我们运行一下f这里 那是2 那为什么是2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5 它的位置很明显 它不在2 对不对 2应该是3 那这个为什么是2呢 是因为它这里出现了两次 它在这个列表中出现了两次 所以 所以它这里显示2 你就比如说 我们选一个出现一次的 就8吧 我们这里选个8 运行 那它就只有一次 所以呢 这个查询 就是说 就是说查询 它的统计 它的出现的次数 次数 统计 出现的次数 好 这是我们查询的一个 一个内容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呢 我们同样先用list1 然后点一个 哎 为什么又成大小 好 我们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放入一个5吧 我放入一个5 然后呢 我这里我print一个 到了F 那下面就是J 我们这里给个J 然后呢 这个也是 是4 是4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 为什么是4呢 现在啊 它也不是统计它次数了 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统计 它 它的 所以 第一个呢是0 123 4 对不对啊 是不是它要所以 那这个呢 就是查询它的位置 查询位置 查询位置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 关于我们的一个 列表的一个 真身改查 那4个内容 那还有一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那个 刚刚说到的那个排序 那我们来看一下排序 list 首先list1 然后呢 我们把我们 那个排序放进来 我们打印一下 list1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啊 重新 大于 note 就是 可能是不能有这个中文 那我们因为排序嘛 是吧 如果有中文的话当然会报错 那 这样子就已经成功了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0 1 12 233 4 455 然后6 7 89 那这个排序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但是排序 排序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list 1.1 个我们的 一个他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把内容 啊 我们来打印一下这个内容 print list1 上面呢 我们给他注释掉 这是我给他写一个排序 好 给他注释一下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等一下 这个他是不是没有变化呀 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 对不对 那我这里我给一个变量试一下 OK变量 然后这里我输出这个变量呢 他是不是也会没有变化 也没有变化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 来 来我们这里 因为这里他不再像 他不再像是 啊 跟我们的这个一样 那他将他啊 将他那个 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做呢 为什么这里 啊 他没有出现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呢 是不是 现在又出现了 那这个是为什么 哎 我刚是不是 把注释掉 来 我们看一下 他是有为什么呢 那我这里 我也给他注释掉 运行 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他这里 他这个啊 这个排序 这个道序 这个 逆向排序 逆向 排序 他需要你先将我们的那个先将我们的啊排好 就先将他排好以后我们才能立向排序 那这里呢 我们就将他啊 改一下 就这里 我们加一个 加一个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排序 然后把我们的逆向排序呢 放在他的里面 到里面呢 我们这里等于一个 就 等于一个 就是说这个排序呢 是逆向的 那我们现在再运行一下 这样子就啊 就是对了 那这些内容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 关于列表的一个所有内容